菲律宾以5.4亿人民币的超低价格 在我国订购了48节轻轨车厢 没想到交付一星期之后 他们竟突然反悔 单方面反了诈中国100亿 中国调查之后发现 整件事情的起因是日本人从中作梗 而最终的结果是 菲律宾人贪小便宜吃大贵 赔了夫人又折兵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2019年 中国中车大连公司为菲律宾定制的 48列轻轨轨车辆 正式交付完毕 这是我国获得的首个菲律宾成铁车辆订单 也算得上是一个世界级的工程 因为这些列车的交付地点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一个距离赤道很近且沿海城市 再加上那里还属于热带雨临气候 列车在此工作 将接受高温高湿环境的考验 这意味着48列轻轨 必须经过专业设计 特殊加工 例如车身的材料 采用耐腐蚀性更好的不锈钢材质 提高了车辆的安全性和耐久度 增加了列车的可靠性和舒适性 与此同时 由于该轻轨最小通过曲线搬进 仅为25米 这种特殊的结构导致车辆无法整体运输 只能到达马尼拉现场再进行组装坐轮 相比之前已经承接过的其他海外项目 执行上述任务增加了数倍的难度 但是对于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来说 既然接受了这样的单子 就意味着有绝对的信心和实力完成目标 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 整体耗时却仅用了三年 且总计合同金额约5.4亿左右 说是又快又好又省 一代也不夸张 不是吹牛 这样的基建能力 即便是放眼全世界 能够相媲美的国家也几乎是不存在的 同时 这也是中国的高铁事业首次和菲律宾展开合作 双方都很期待后续的联系 但这些列车在交付后 菲律宾人却没有立即投入使用 而是搁置了七天便提出了要退款 理由是说质量有问题 其中 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总裁 参议掌皮门特尔公然表示 仅仅是取消合同 终止合作 全了退款是不够的 中国故意提供质量不合格的设备 应当付出相应的代价 至少是100亿美元的补偿才行 所有菲律宾政府项目的供应商 都必须意识到为合同提供缺陷产品的后果 言语之间 甚至要把这件事情上升到外交层面上 打有一副要兴师问罪的姿态 说实话 在国际合作中出现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况 是相当罕见的 所以我国的相关专家当时就感到非常奇怪 48列轻轨 一次都没有使用过 搁置了一个星期就说是有问题 这未免有些荒唐了 毕竟我国的基建实力是摆在明面上的 和全世界那么多的国家都合作过 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这丢了项目是小 坏了名声是可救大了 以后谁还敢找中国合作 所以专家们赶紧出发马尼拉 根据菲律宾方面指出的问题进行了专业的检测 那么最终的检测结果回是怎么样呢 难道真的是我们的问题吗 打连公司收到消息之后 紧急派遣专家飞往马尼拉进行检测 得出的结果既在意料之外 更是情理之中 这些列车没有一丁点的问题 但是菲律宾方面依然不依不饶 以车辆超重 没有信号接受装置 语言系统不兼容等方式抢词夺理 并且要求进行第二次检测 我国有距离语说 事处反常必有要 菲律宾方面的态度非常的奇怪 因引起我方专家的疑惑和不解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果断答应了菲律宾方面的要求 任期寻找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介入 毕竟我们的产品质量如何 没有人比我们自己更清楚了 反倒是对于菲律宾方面来说 不管他们还能使出什么伎俩 如果是没有理由的出而反而 我们必定是不能接受的 结实不管出现什么结果 都将是他们咎由自取 后来菲律宾政府找到了德国的一家公司 委托他们对这些定制轻轨进行检测 德国人还是挺公正的 不仅实话实说肯定了我国轻轨的质量 还对这些为了适应环境和特殊情况 做出的定制赞不绝口 这下 菲律宾人就被啪啪打脸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放弃胡闹 而是直接将意见提到了联合国质检机构 更加有意思的是 在联合国质检机构的结果还没有下来的时候 菲律宾就已经和日本签订了新的合同 这下子事情就水落石出了 很明显 这是日本人在背后搞的鬼 原来 日本眼红中国的高铁事业享誉全球 作为世界上最早发明高铁的国家 他们向来都是一边自诩为中国的老师 一边对我国百般阻挠 但是中国人的特点就是越挫越勇 在日本极力封锁尖端技术的情况下 愣是靠着自主研发突破了技术壁垒 甚至还反超了日本 之后中国高铁的发展速度就像行驶速度一样 不断提升 很快就在全世界范围内打出了自己的名堂 各种订单也开始源源不断地找上不来 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人正面竞争不过 就准备开始耍一些小手段了 那么 从最开始的求而不得 到后来的菲律宾不惜诋毁我国也要与其合作 日本人究竟做了什么 竟能够让局面出现这样的翻转 据悉当日本人确定自己已经无缘菲律宾的这个项目后 就准备开始了新人了 他们私底下找到菲律宾的相关部门 承诺将以比中国更低的价格成建整个项目 同时他们还可以免费帮助菲律宾修建地铁轨道 有一说一 日本人开出这样的条件 根本就不是奔着赚钱去的 用我们中国的一句老话来说 就是赔本赚腰喝 这样的原因无非是有两个 一个就是为了坏中国的好事 第二个就是为了抢走市场 毕竟赚的少也是赚 说到这里 就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日本人不抢夺别的城市 而是偏偏要在菲律宾的工程上与我国作对呢 其实 这正是日本人精明的地方 他们的小算盘的打得非常小 首先 菲律宾的旅游行业非常发达 是全球著名的度假圣顶 因此 日本人将这里当成了他们展示的舞台 菲律宾人对中国爽约之后 立刻就和日本人打得火热 看似双方各取所需 其实都在盘算着怎样扩大自己的利益 随后 联合国给出的质检报告也下来了 再次证明了 我国的48列轻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质量绝对是属于上场 但是菲律宾人已经不管这么多了 毕竟这事都已经撕破脸了 也就不愿意再唯唯诺诺的了 依然和日本商量着具体的工程事宜 可就在这个时候 意外发生了 原来是日本给英国修建的高铁出问题了 先是在首次运行式空调系统出现了问题 使车厢都变成了水帘洞 换了空调后 发现空调根本不听指挥 想关都关不掉 之后还因为高铁在运行过程中丢了一个零件 导致高铁自然等 这样的消息已经传出 立刻就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舆论也铺天盖地地散了开来 先是有人扒出了日本制造的列车小毛病频繁 甚至还出现过停运 裂痕脱轨的情况 造成的麻烦数不胜数 紧接着又有人找到证据 日本企业制造的高铁曾经使用过甲缸 质量完达不到标准 一瞬间日本慌了 菲律宾蒙了 这场国际大戏将如何收场 大家都在拭目以待 最终菲律宾再次翻脸不认人 一脚踢开了日本人 转后着脸皮来找我国 请求合作继续 但是菲律宾的毁约行为 已经对我国造成了经济和民欲上的损失 即便是我国拒绝继续合作 也完全是有理由的 幸亏这48节轻轨还在菲律宾境内 我国人民又一向是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 对于菲律宾人浪子回头的态度 还是给予了原谅 最终 这笔交易虽然历经坎坷 还算是圆满完成了 只是 菲律宾单方面解约的行为 表现出了其缺乏其余精神的一面 这对他们的国际形象 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说到基建能力 我国是世界公认的强大 素有基建狂魔的称号 尤其是高铁项目 俨然已经成了我国的一张名片 而且 对于这样的专利技术 我国并没有效仿西方一样藏着掖着 反而是打得芳芳的将其受处 这可以说是以得抱怨的最好典范了 当然 这也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自信 相信可以持续取得技术上的突破 事实证明 我们也确实做到了 最后还是要提一句 不管是任何人之间 国与国之间 保持诚信都是合作的前提 缺少其余精神 最后往往坑到的都是自己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定义 我们下期再见